本土,民主,反共 保來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2016 喂,大哥,今天幾號? 20號了 喂,大哥,你交了節目月費嗎 交了,你還沒交嗎 喂,大哥,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初記得替我報名 5月23號至28號去My Radio 看現場版 你替我交一次月費 是,那就可以一起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嗎 還沒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好,如果大家有聽這個廣告 又是交月費的時候 因為大家吊完那麼多主流傳媒 紅底染紅,又被人收編的時候 非主流傳媒 我兩邊都看過 大家吊主流傳媒 但問題是屌極還有 因為他真的有資源 他真的有資源的時候 就可以做得深入一點 非主流傳媒 當然可以出一些他出不到的東西 但問題是你沒有人 沒有人沒有物 沒錯 所以做了多久 就真的配合你們 其實我們沒有這些支持 我們都是要收費 大家如果願意給我們多些資源 或者支持我們 我們就可以做得更好 例如說這個巴拿馬文件 我覺得是有志從事媒體的典法 我看到一個記者最值錢的東西 就是調查式報道 調查式報道 原來大家看到的威力是可以這麼大 他其實是一個全球的記者 也有落水 沒錯 記者這件事也看過挺灰 但問題是 當你真的做到事的時候 你真的做到事 你真的不能不服他 他真的是一個行業 他真的有他的行業獨特的技能 譬如說這種調查式報道 他需要那個記者的功力是深 人物很廣 白粗很多犯 叫到危險 是的 知道有什麼事 去哪裡找資料 就叫個電話 就問我要什麼資料 就找到 這樣 所以巴拿馬文件 我覺得真的是調查式報道 一個極佳的典法 可以令冰島的總統下台 現在已經下台了 冰島可能因為小 所以很快的東西變得 很快就民情一氣地下台 那個人很噁心 你訪問他 有文件證明你外面有些不明的錢 有些不明的戶口 那個人又站起來又坐下來 真的很噁心 本來以為冰島也是一個世外徒然 其實也不是 我經常調查明報 我自己也經常調查明報 但問題是明報的偵查 報道組的確是做到事 所以才令到很不幸地 才令到流淑道被人撒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他真的踩中了 所以在外國發生的事情 就是黃之鋒去了美國巡迴職 講討論 沒錯 他說大家可以搜尋 有一個媒體叫NOWDIS 他跟女主持做了15分鐘訪問 15分鐘訪問 黃之鋒一身老闆 其實他的英文也不太差 我自己覺得 沒有想像中 可以接受到 起碼也能夠說到 因為我自己的英文也不太好 所以我也不會差 這個東西 他說這個Umbrella Movement 他主要是回帶 當時被人拘捕 被人拘捕之後 令到群體很洶湧 大概是這樣 群體很洶湧 然後他出來之後 世界不同了 其實你覺得 有些人說他在說謊 我個人的紀念很差 所以我兩年之前的事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 其實你在現場 你覺得他的說法 我已經給了他們看 那15分鐘 你覺得他那個說法有什麼問題嗎 他的說法 他的說法 其實基本上都是事實 但是他有一點說不說 如果是不熟 這段香港的御傘革命歷史的朋友 例如那些觀眾 那些比較好 沒錯 以為他們第一次想起 遇上革命 就是想起那些 那麼虛陷的幾萬人 在街上的兇漢畫面 就會以為 因為王之鋒一個人 好像聖人甘地 號召了那麼多人 因為甘地觸發了整件事 是的 這也是一個很外國式的運動邏輯 就是說 永遠都是有一個很有名望的人 抓了之後 觸發整件事 很順利成章的想法 但那件事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是我們的理解 吊詭就是 沒錯 當時學民思潮有成員 衝到公民廣場 然後王之鋒被捕 的確他是一個引子 觸發了那麼多人 去包圍這個政總 到最後是警方施放的催淚彈 令到人們衝出馬路 爆發之後是雨傘革命 這是其中一個引子 但不能說 之後兩個月的佔領運動 都是關王之鋒事 只不過是當日 928那天的其中一個引子 甚至是928那時 其實也有幾個觸發 幾個觸發點 即是幾個東西一起觸發 這麼大件事 最重要是87枚催淚彈 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覺得 雨傘革命 搞得這麼大件事 就絕對不是我們這邊人的功勞 也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功勞 其實是一個錯誤的 不知道誰那麼神 錯誤的 巧合 然後就研判錯了 就是覺得用催淚彈 可以拘捕 誰知就搞得多了幾個拘捷 出來 那麼 黃之鋒在他的說法裡面 就說他有多少代價付了 就是說他現在被人控告什麼罪 可能會最重的 可能會坐五年 是 那麼那個記者就 哇 很驚訝 或者我15 那類 那些 他就說 你剛才幾十歲 然後他就說幾十歲 他說自己十四歲開始出來 來從事這個政治運動 就組織這個學民思潮 那個人就十九歲了 他也有說過 另外一方面 他就說到自己現在搞什麼 就是說現在搞政黨 那你就說 其實覺得他都幾 都幾 幾取巧的說話 關於政黨的地方 就是香港眾志 因為你香港眾志 就是現在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主席 主席是羅三七 對 主席是羅冠聰 但是黃之鋒受訪的時候 他就說自己是主席 他類似的方名 他正確的說話 就是我已經組織了一個政黨 就是香港眾志 我現在就來 我們會從政 我們會改變香港 因為那個記者就問他 為什麼你開始有一個 就是 Activeist 就是有一個 就是想入這個institution 他這樣說 其實是一個不知道的人 又是會覺得 黃之鋒現在由一個街頭戰士 組織自己的政黨 但實際上我們會明白 那件事就是 其實他是 第一 他選不到 你今年也不是參選 是秘書 第二 他就是秘書 我理解之中 常委比比常委更重要 主席也比常委更重要 其實他是第三 你看到他拍了一張 其實他都拜露變 這個就是一個挺奇怪的現象 就是黃之鋒在本地 或者是雨傘運動 革命這件事 在本地的政治討論 或者政治形勢裡面 是飛歸得很遠 但是他在外國 在外國和本地的差距是很大的 他們還在說香港近年最大的事件 是雨傘革命 實際上在我的眼中就不是 很明顯那件事已經變成 由雨傘革命結束之後 其實已經變成了一個 本都和非本土的鬥爭 甚至現在去到統獨的鬥爭 統獨 變成了港獨 然後變成全民街本土 連學聯都說要變成一個香港本土學聯 我覺得是否真的 我覺得很好笑 我知道他真的很笨 因為你不是說 你加了一個本土冠名在前面 你就說是本土 他當時也有些辯駁 人們表情只顧著政治民主中國 支持毛澤東 那些劣幸拼足彈書 那些人就說 他們在辯駁 政治民主中國 那些東西是避暗 或者不是我們核心的當綱 我們可以一邊本土一邊建設民主中國 等著劉明慧跟你說 為什麼不可以叫我這樣做 一個香港人又同時是一個中國人 誰知他是英籍的 而且他跟你說 我是沒有想過放棄英籍的 當然如果他之後要入行會 那些就可能要放棄 但是就是這樣的 永遠都是這樣 那些人跟你說愛國 剛剛問了其實他自己是最最最 這個就是扭曲了愛國的概念 或者扭曲了本土的概念 你本土本身有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叫做生土不義 你是排他的 你不可以在外面跟我說 起碼以自己這個國家的國民 以及以自己這個國家的利益 為優先考慮 但問題是 現在商學演變出來的 若干正義組織 其實他們都是戒不掉 一種很通識的世界觀 就是多元 很小的價值 民主 我們說一下 由這段訪問 我們得出黃之鋒 或者他們在想什麼 以成為什麼呢 就是說 他在這段訪問 是沒有提出 香港現在的人最關心的 就是統獨的問題 或者是香港人 是不是中國人的問題 他其實就是用一個 民主不民主的進路去回答 就是說香港人就是為了爭取民主 所以 而且那個民主是基於一國兩制 基於現在這個現體制 他就去爭取民主 但是他沒有去講過 或者Jazz過 身分認同 香港的身分認同 以及香港的主權 究竟2047年之後 會否應該繼續在中國手上 或者現在這一刻 應該就不決定 或者你覺得認為 他就沒有講過這個主權問題 因為如果主權不在你手 他一樣都可以給民主 即是 如果這個地方不再是香港人作主 譬如說 如果再更加多的中國移民來到這裏 那你便香港人變得買多個帖 他便照給你民主 到時候投票你輸了 他便說 一名正言順 你香港要歸於中國 所以 可以說黃之鋒說的話 是 他說的話 是 可以說是事實 但就未夠 而且 省略了很多東西 很通識化 即是通識 即是香港民主還是對 即是普遍一定對 多元一定對 但問題 香港本身是民主的 香港本身是一個兩制 本身我們可以上網 我們可以上Facebook 現在 以及我們承諾了中國 是被我們普選 現在沒有普選 他們便出來佔領 出來顯示 和全世界顯示我們的決心 他們是需要有普選的 他很強調 遇山革命 或者他口中的Embra Movement 是一個 顯示決心 向世界的人民 顯示香港人 其實不只是一個financial center 而是一個 大家會爭取民主 什麼什麼什麼 即是一個大型的六四燭光集會 抗大版 十倍 其實就是這樣 一個 起碼不是死了 是一個叫生的 但也是一個制彈 其實他的說法 大家也知道 香港的眾志暫時 沒有很正幹 但他暫時就說 會想在十年之內 或十年之後 搞這個全民公投 那 我現在 我有盡力 從他們口中 聽一些說法 當然他們想起 因為他們現在很模糊 由他們不同的人 在那裏 騙完隻魚去猜毒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他們大約會有三個選項 一個是香港獨立 一個是一國兩制繼續 另外一個就是 中央完全接本 這個好像聽起來 挺合比 但問題呢 無論是黃之鋒 和羅冠聰 在不同的場合 都說過 香港的眾志 不是爭取港獨 他是爭取港人治權 這是他的說法 這是他的說法 他三個選擇 第一個 香港獨立的 其實他是不支持的 他本身沒有三個 因為這個組織本身是不支持的 是 我經常在想的問題 就是 你不支持的話 不支持香港 是 一開始就否定了港獨 是 即是說 主權繼續在香港 即是中國手上 在正常的普通的邏輯下 我們知道 其實 或者十幾十九幾年的民主實驗 我們知道 當主權不在我們那裏 民主是沒有辦法實施的 第一是這樣 第二就是 我覺得一個 爭取自決 或者 他用自決 作為一個政治承諾的 政黨 例如 可能是 愛爾蘭 說要 獨立公投 那他的公投是甚麼 yes or no 但問題是 黃之鋒 羅冠聰之前 在城城堂上 他說了 我們會搞一些藥章 香港會面對的問題 不單止是 中國的壓迫 還有地產商 資本家 但問題是 這麽多東西是沒有公投的 這件事就是 為何會有 那麽多年輕人同代的 會對香港眾志會 這麽反感 這件事就是小組討論 是呀 你一個政黨 傳測紛紜沒有結果 你一個政黨 你是要 清晰直接 你是要帶領民眾 就不是說 你來到這裏 我原來給三個選擇 你去小組討論 然後收集意見 去公投 那用甚麼選你 你都不是 帶領民眾 我先去討論 有請 那邊 decision 那邊 吃 幫我 好 有請 謝謝 對了 來